好 兩位我們再來關注 其實相較之下 大家就說這個中國大陸 是不是經濟下行的狀況 在明年會更惡化呢 因為擔心川普即將 對這個中國會課徵高關稅 所以在最近可以看到 外資是大局的在撤離中國 入股過去四個禮拜流出的金額 已經達到一百六十九億美元 請教陳業 連高盛都下調了 MSCI中國指數的這個目標價 這是對中國越來越悲觀 因為川普勝選 加上兩黨都被共 兩院都被共和黨拿下 我覺得對全球的投資者來講 他們也知道 川普的矛頭就直接指向中國 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再客氣的 有趣的事情是 川普勝選之後他還沒就任 他的行政命令什麼都還沒簽 而且我覺得最近 他也沒有特別講什麼 可是你看7號11月7號到13號 竟然新市場的資金 就一直流出 一開始在流出 74億美元 這是創了2015年8月以來的一個新高 中國市場的部分是連五週流出 過去四週流出多少 169億美元 所以大家看到中國市場會覺得說 厲害 你如果打不假川普 對不對 再來要怎麼樣 整個來跑好了 這種感覺 最主要我覺得還是對於 後續經濟放緩的擔憂 所以我們在看整體市場 而且流出的速度之快 我覺得感覺好像是鞋子 褲子還沒穿好鞋子拿著 就趕快往陽台跳的那種感覺 很怕川普一上任 就馬上頒布 對 所以包括最近我們在觀察 因為其實記不記得 在十一長假之前 我們其實有聊過 因為救世措施出來以後 我們特別對比了兩家大的投行 一個是高盛 一個是摩根斯坦利 高盛的部分其實還滿樂觀的 他說這個救世是有幫助的 如何如何 摩根斯坦利說 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幫助 沒什麼用 果然摩根斯坦利還是維持他的看法 你看 高盛以前不是都對中國還滿看好 對 一直以來是這樣 摩根斯坦利從等配調為 略為低配 合理 因為當時救世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有那麼看好 再加上川普的政策 他更為擔心 可是有趣的是高盛 也就是說高盛本來在 這個十億長假之前 我們所談論的 他好像覺得救世措施是有效 沒想到川普勝選以後 他把目標價下調超過一層 下調超過一層 所以如果我們整體看 投行對恆生指數 明年底的看法 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他們認為應該是原地踏步 這一位華爾街草底王 叫做泰伯 你知道他九月的時候講什麼 他說買進一切 一切是這種只有談戀愛的時候 才會用到這種一切的用語 他說買進一切 跟中國股票有關的資產 很看好 我懂了 你也很看好 結果他第三季的時候 阿里巴巴跟安塑中國的ETF賣掉 所以阿里巴巴不算一切 安塑中國 不算一切 所以一切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有點言行不一 好 再來 貝瑞我們過去很清楚 他看空市場的能力很強大 他雖然提高對中國的股票 他有買阿里巴巴 可是你注意 他既然去買看跌的選擇權 就我們所謂的put 就是避險 也就是說 我雖然在跟你好的同時 但是我也擔心有風險 所以我必須做一些避險措施 所以是不是大家對中國 其實看這個多空的過程中 比過去更為嚴格 我在想是不是這樣 好 當然中國大陸 他們還有一個很嚴重的 這個通縮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花錢 現在竟然還有 我們要請教陳彥 年輕人組團去開房間 是怎麼回事 好 我們看到消費市場 在美國其實一直是推升 經濟非常重要的一環 佔了70% 可是中國只有40% 如果我是習近平的話 我就想說 那我把這40變成70 不是問題就解決了嗎 對吧 就是你們不用管外面 怎麼制裁 怎麼出口 我就把消費這個大幅度的提高就好了 聽起來很容易 可是實際上大家有沒有消費能力 我覺得這個可能才是 這個北京當局要去思考 你剛才在講這個開房 當然這開玩笑 就是說很多的這個 不過他們真的年輕人組團開房間 對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開房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住外面 要洗衣服 洗衣服很貴 隨便就幾百塊 如果他去開房間 也就是說到一些 一般的地區酒店 他開了一個房間 他可以提供洗衣服的服務 而且你休息四個小時 你就可以一直洗衣服 一直洗衣服 這樣算起來划算嗎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衣服要洗 怎麼辦 我就找斐魚一起 找廷浩一起 我們幾個人一起 然後把所有衣服拿去洗 真的你能夠推升消費嗎 很多的這個年輕人 現在這個是小洪書 所分享的一個叫做鐵屁股 什麼叫鐵屁股 很簡單 就是我坐車坐很久 那個屁股真的會受不了 可是很多年輕人不想花錢 他不想要花很多機票錢 六個小時 他要花好幾天去坐車 你知道嗎 從北京到上海坐飛機多久 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對不對 機票錢其實我覺得也還好 過去我到北京上海去的時候 我也常常坐飛機來回 或是坐高鐵也可以 好 那1608公里 他用什麼方式 坐公車 總共1217站 50億班 花350塊的幣 1600多公里 他用坐公車的方式 天啊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 甚至有人從廣州做硬座 你知道硬座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硬撐著也要坐下去 就叫硬座 不是 硬座就只有座位 還有一種軟鋪就是你可以躺著的 那一種 好 他就一路從廣州坐到拉薩 拉薩 53小時 受得了嗎 錄影坐一個小時我都快瘋了 他坐53小時 就只是為了省錢 我問你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就我不想花錢 對 那你要怎麼刺激消費 從40%拉到70% 包括現在薪資 臨時演員 過去我也一度想要當演員 後來我想要不然去當臨時演員 你知道8個小時120 他說我幫你調薪調到135 好像不錯對不對 可是變成10個小時135 所以其實是降薪 你聽懂我意思 那降薪拿著時薪是多少 而且工會還要抽10% 所以實際上12.15人民幣 就是55塊 時薪才台幣55元 55元 而且你要一直在那邊 當屍體 不能動 很多 不只這樣 我們看到在中國很多的企業 尤其是大型的跨口企業 你看像美噸力嬌升 現在裁員20% 因為他們覺得 整體的市場的狀態不好 所以失業率越來越高 你看年輕人16到24歲 失業率17.1% 其實很難想像 到底怎麼刺激消費